迈入中职球员生涯第十九年 黄山君招牌球星恰恰彭正敏 今年和中信兄弟续签一加四年约 包含一年球员约月薪维持七十万 先前签署的四年教练约也延续 面对自己得分来到一千零六十一分 有机会超越张泰山的一千零七十五分 递早恰恰障碍 以及挑战中职两千安两百轰的里程碑 恰恰说自己人将以球队夺下总冠军为第一目标 其他的也会全力以赴 那去年有点比较 不是可惜一点是可惜很多 所以希望今年能够不仅打进 季后赛或总冠军赛 也可以拿到最高荣耀 总冠军奖 那其他的就是 接下来就是自己的那两个目标 对 队上另外一位老大哥陈江和 今晚接任新球技队长 但球团也同时宣布 这也会是他当球员的最后一季 球队会与陈江和共同完成 他生涯第一千场出赛目标后 就会为他扮演退赛 但之后他仍会随队带领年轻队友传承经验 自己已经有准备了 所以现在这主要是我们年轻人表现得很好 我觉得我现在退下来没什么遗憾 对因为我对他们就是很有信心 至于退休后的规划 陈江和表示 会先在场边观摩与实习 看其他教练如何安排调度 年底再看看 有没有机会去国外进修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 屏东报导